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害物在不在 首先打开这个 20 1 50070 50070 那么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这个路径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路径下 这什么呢 这死张败的 得看谁呢 得说看206 有害物 害物的话是在user是吧 user害物 warehouse下 是这个吧 这不卖db啊 对吧 然后这t11是吧 这表吧 好 那么看一下咱们的害物 害物我装在哪台机上 我是装在2011上 对吧 这不害物啊 由于咱们这个 害度配的是ha 所以害物呢 也要是支持他的ha吧 我们当时配了哪些内容 哎 没进来吗 是不是有config啊 对吧 在config里边是不是有个hive site 还记得吗 hive的原数据是存在于哪里的 hive的原数据存在于my circle当中 对不对 那么存在于my circle的话 哎 我忘了 好像我那个my circle已经重装了呀 那我是不还得重新去出的话呀 对不对 看一下 show data basis 这没有hive了 对吧 已经没有hive了 那我还需要重新出的话 那么这个既然原数据都没有了 hdfs的目录 是不是也没有意义了 对吧 所以hdfsdf-imr删除谁呢 是不是userhive了 对吧 把userhive下的数据都干掉啊 这个嘛 对吧 干掉 就好了 然后我们删除完以后再看就没了 这a什么时候上去的 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干什么去 是不是初始化害物 对不对 还记得哪个命令吗 是这个吧 对吧 schimmer tool 我们可以回车子吧 回车子之后呢 他就看出帮助了吧 schimmer tool 怎么这么慢 出来了吧 是不是有dbtype啊 是不是还有init啊 对不对 所以schimmer 首先 我的dbtype写到 mycircle 是吧 然后呢 等一等 我们应该再看一眼 这个配转件啊 hive的这个配转件 实在看不下 是不是有个hive site啊 hive site里边最开始配的是什么 是不是数据库的连接信息啊 对吧 root root 3306 hive 那么我这个有库吗 我说连库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要创建什么 所以要创建什么 hive的数据库 然后使用hive 然后他里边是不是有比尔啊 目前是空的是不是 好的 那么出来以后 再看 他需要配什么 配这个根目录吗 他需要配根目录啊 他不需要吧 对吧 因为他走的是什么hive的 hive的环境灭量 好的 那么咱们现在再去进到b目录下 用的是 schemer 杠 db type mysicle mysicle 然后init 什么 scheme scheme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处理化的工作 完成了吧 对吧 完成以后 在这个里边 上面有表了 对吧 有表了 那么这个表里边 哪个表我们经常要看呢 还是dbs 空了吗 好了 空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 mysicle 在hive这个数据仓库之下 我们要建什么 是不是要建自己的税库啊 对吧 建自己的税库 是不是要登录到hive里去啊 登录到hive 看一下在这个目录下 他有没有 出来 路径不存在 什么意思 现在还没到呢 是吧 还没到呢 因为他建筑 仓库之后 他会再创建 优舍目录吧 对的 接下来 接下来以后呢 我们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对吧 我们叫mydb 是吧 创建一个mydb 他的语法跟人很像 他的语法跟mysicle 是非常相似的 对吧 有没有mydb 有mydb 那么有mydb以后 再看他 是不是有表的 他如果要出现mycluster 就证明这个ha集型 这是ok的 对吧 已经支持上了 那么这路径出来吗 出来的 userhilewarehouse warehouse 什么意思 数据仓库 我们再去走一下 出来的 那么db 数据库 它就是目录 对吧 对吧 数据库是目录 那么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之下 要创建什么表 是不是要创建 外部表 映射到谁 hbase 对吧 hbase 这边有哪些列阻啊 对吧 所以初始化 hile 那么这个命令 怎么写来 hile 是不是应该是 先进到 那个 他的目录下 对吧 用的是哪个命令 sg sgamer sgamer 然后杠什么 db type if叫mysircle 如果你要有的话 你不用了啊 然后杠什么 init sg sgamer 对吧 然后再进入什么 再进到hile的sgamer下吧 是吧 所以进入hile的sgamer下 对 需要先在mysircle中创建 对吧 创建mysircle随库 这个不写的 这个都做过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多少啊 mydb 是吧 然后呢 又使用的税库 又是mydb 然后在他里面去创建一个表 这个表很关键了 什么表 外部表 大家看这个 集成hbase 是不是就是这个命令 对吧 好 我们把它考过来 那么这个命令 id id的话是我们什么 表名吧 制作名称是吧 在这里边咱们清一色都什么东西 有id 是不是还有caller 对吧 caller的话还有什么东西 都是这事啊 是不是时间啊 对吧 call什么 calltime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是 flag flag 咱们就不加了 对吧 flag是在这里边 直接返回的 那还有一个是calli吧 对啊 calli是这个嘛 再加什么 calli 是不通话市场了 对吧 通话市场 一二 一二三四五 出去 对吧 然后started by started by啊 这是个注意要什么表 external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就是 ext下滑线 call 是不是log是啊 印什么 印 hbase 能不能理解 就在hbase中的什么 表啊 我们给它 换下来 这是一行嘛 started by 按照这个存储处理器 hbase的存储处理器嘛 然后带这个c点 c的话就是映射了 对吧 那么第一个是映射到谁啊 这key是吧 这是固定的啊 然后f1列阻 f1列阻里边有没有caller 有看了吧 那么一次往后来吧 列和列之间才有什么方法 动画吧 对吧 然后还是f1什么 冒号 应该是call call time吧 咱们看一下hbase啊 hbase那个表结构 我们怎么看 hbase好像我还没写hbase的吧 我写不起 没写出吧 start start hbase 看一下 先得看一下webui吧 s201 多少 好像206吧 16 010 不是206 起来了什么 起来以后再查看一下 hbase hbase cell 看表结构 看表结构的话 也是什么 看表结构 看不到这个列 只能看到列阻 那你怎么 所以我们需要干什么 需要去扫描 是吧 看一下扫描 ns几 是不是call log 对吧 啊 这是call 是吧 call 力 啊 这是多行是一行 对吧 多行是一行 看一下多行 哪一座 有caller 是这个吧 对吧 caller 还有call time call力 call duration 是吧 驼峰命名法 没错 所以有call什么 有call time 再逗号 f1列足下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call力吧 对吧 然后再逗号 f1列足下 什么 call duration 好像还有一个 没了吧 就这些是吧 因为经过咱们的怎么处理 咱们的斜处理 斜处理器处理的话 是不是不会返回f2的 对吧 我们这边全都是fe吧 看什么 全都是fe啊 不会有问题的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语句 创建出来以后 看行不行 那么这个表明 啊 它是不是要指定 hbase的表是哪样表啊 nse 在什么 是不是call log 对吧 再看一下啊 hife中的这个表 是个外部表 所以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加一个exter的过签字 这个表明呢 已经反映出 它的这个大概情况 就是hbase中的一个 call那个 外部表映射 那么它的字段有五个 id color call time call d duration 是不是写错了 对吧 call duration 那么存储处理器 是用的是hbase的存储处理器 那么它会走hbase的 存储处理器 那么seater seater property 就是串行 那么这里边要有个映射 映射的话呢 这个就是按顺序来 id 它映射到rokey 对吧 fe 它映射到这个 过来 那么这样好方式呢 我们试试看 复制 转费 转贴 回车 嗯 它说什么 哪个 啊 create table 这个吧 是吧 那我原来 那你写错了 这原来没有加推包 成功了吧 对吧 这也错了 那么如果这个成功的话 咱们看一下 show什么 就是这个表 那seater是不可以映啊 这好使用 它是不是转账m 查出来吧 对不对 ok了 这是什么 这是id吧 对吧 这是哈希 主教 时间 标记 背教 对吧 时长 这是呢 这是caller 自断嘛 对吧 ok了 好